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鲜肉月饼 那做鲜肉月饼 我们要用到酥皮 那好多人一听到酥皮 就头大了 因为一会儿油皮 一会儿油酥的 其实呢没有那么难 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拆开来想 拆开来弄 你可以把肉馅先和好 提前一个晚上也没有关系 然后刚开始做的时候 不要一下弄的太多 弄到你烦死 到了以后你顺手以后 你会觉得方便多了 今天我们做八个 用三两角猪肉 多一点也没关系 一百六一百七十克 只要你能包得紧 用四分之一的teaspoon 放一勺糖 然后同样的spoon 下一点料酒 半个teaspoon的盐 一个teaspoon的老抽 咪咪多多姜 挤一点姜汁 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 再来就是白胡椒 用最小的八分之一的teaspoon 去叼一点点 差不多这个勺子的一半就够了 不要多放 不要让人家吃出什么味道 只知道很鲜 还会说 哎呀是什么呀什么呀 不知道 但是能够掉鲜去腥 然后就可以拌匀它 准备一点水给它吸涩一下 我这里有50cc的水 慢慢给它下 如果你买来的肉已经很湿了 就要少放一些 因为月饼馅不能太湿 这样拌 拌匀了以后这样打 打到它起浆 如果你做多的话 就用手这样抓一抓 来的更方便 然后放冰箱 然后呢我们就只要做饼皮了 皮呢是有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就是油皮 油皮就是面粉多油少 然后我们给它和起来 揉起来 就成了外面的油皮 那油酥呢 就是油多一点 油多粉少 给它和起来 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馅 然后我们用这个油皮 包上这个油酥馅 做成一个大门头 然后这样擀啊擀啊擀 就成了酥皮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动工 这是一个猪油罐子 里面剩着差不多30克槽上的猪油 你用黄油也可以 所以用一个cup的面粉 我们先做油皮 因为油皮要时间醒 再放半个tablespoon的砂糖 然后 100个cc的水慢慢下 给它和成面团 先不要用手 等差不多拌匀了 我们再用手揉 这团面要软软的 不能太硬 接着容器 接着容器用干净 我们就开始用手揉 就这样慢慢揉 揉个五分钟是要的 往前推 可以 不要光用手臂的力道 扔往前倾 给它一点力道 不要这样揉 这样揉五分钟 一定比你机器的十分钟都顶用 五分钟以后 它已经变得很光滑 我们就给它铺成一个团 扔在一边让它醒 半个小时朝上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关系 然后做油酥 油是做油皮的double 60到70克 半杯满满的面粉 大约在90克上下 然后用勺子给它这样拌 不要用手 很黏 最后是和成这样 像土豆泥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推到一边 尽量推成一团 也让它到冰箱里去躺一会儿 动一会儿它就会变硬一点 等一会儿你好用 面团醒足时间 就给它拿出来 直接用手这样把它按大 然后这台油酥放进去 把它包起来 像包包子一样 任何方法 只要不露出来就好 然后我们用擀面杖擀 这样擀 尽量擀薄一点 如果边上有地方已经里面的油擠出来 没有关系 这是正常现象 然后把它这样叠起来 第二次再擀 这样来来回回 擀个三下 叠个三下 最后擀成这样的长方形 这个两边好 一定要薄 特别是外面接口这个地方 你不要管它擀的这样不平 像狗啃一样的 但是你一定要薄 这边开始卷 再搓圆它 一切八段 再给它装潢一罐子 做一个拿一个 否则很容易干 刚才是这样切的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这样擀 豎起来擀 像擀脚皮一样 尽量擀到 边上薄一点 中间厚一点 用这样粘的也可以 肉先放中间 然后像捏包子一样 随便你用什么方法把它捏起来 捏好以后 两个手要这样握一握 给它握紧一点 要不然的话 它很奇怪 你捏好了它会弹开来 这样捏一下的话 就比较牢靠了 然后就给它做进来 全部做好后呢 你最好再double check一下 看看它后面有没有散开来 有的时候它会散开来 所以你要再补一下 给它安紧了 最后呢 我们上面涂一点蛋液 因为呢 它都是猪油 如果素油的话没关系 猪油的话 它烤好以后 全部都是白糊糊的 不好看 所以涂一点蛋液 就会漂亮一点 接下来就进烤箱 330到350度之间 四五十分钟就OK了 出炉了 我们用刀切开 看看起酥有没有漂亮 看这就是我们自家的放心 安心产品 还实在实惠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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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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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